在中國撮合了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副交師後 原以為和緩下來的中東情勢 其實只是假象嗎 我們把鏡頭看到以色列 以色列的總理讓韓雅弗 他開除反對司法改革的國防部長 引爆大規模的抗議跟罷工 造成了海空運大癱瘓 這一些總理的強勢 可能會拉光跟伊朗之間的緊張 我想問一下周伯哥 我們從他的國內來觀察 如果說總理持續這樣強勢 跟高壓的作風的話 會陷他的國家 到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地步嗎 我先想請大家看這個畫面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是以色列嗎 以色列是軍事強國 而且一直給人家感覺 它是一個很安定的國家 結果你現在看看 那個在他們第二大城 特拉維夫的城市街道上面 那滿滿密密麻麻的 我坦白說比螞蟻也都還要密集 那全部都是抗議的人 那到底他們在抗議什麼 有這麼神奇 我們先來看 你看這些人 他們披著以色列的國旗 然後跟警察對峙 可是其實很多警察 都同情這些抗議的人民 有些人都捨不得抓他們 好 抗議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的總理納坦雅胡 我想大家對納坦雅胡並陌生 因為他已經是以色列 開國以來當最久的總理了 那他在去年12月29號 擔任第六任總理之後 他竟然說他要司法改革 好 司法改革是好事 可是不對 他是想要讓司法變得更專制 要往不好的方向去改 所以是民主開道車 那結果那些人民就心裡想 你竟然要做司法改革 是往民主開道車 他們就不高興了 那本來他們還在忍 但是沒想到 這納坦雅胡越做越過火 誰是反對他司法改革的 誰他就開除 他竟然還把國防部長給開除了 結果那些人民 就真的是砸鍋了 好 你看 現在在特朗維夫上面 所有跟警察對峙的這個整個畫面 後來警察一看怎麼辦 都已經要失控了 就連 因為我們曉得以色列是內閣制 所以最高領導人其實就是首相 可是但是 但是就是總理 但是他們也是有總統的 他們以色列的總統 這赫爾佐就出來講 他說我們的國家 現在可能要內戰了 你看 現在那個警察 有沒有 警察他現在一改態度 本來我剛才說還算滿同情的 但是後來一改態度 因為都已經要失控了 都要內戰 水炮槍出現了 還有震撼彈也出現了 而且你看很多民眾 他們就直接開著遊覽車 想用遊覽車去衝撞警察 所以你看那遊覽車 後來衝撞不了 就直接放火 放火 你看那些巨馬 這在路上放火 這有辦法開車 是 好 那你現在看到這是什麼 警察 開箱子警察又要出動了是不是 又要去證報對不對 不對 這警察是也加入抗議 也跟著罷工 而且這警察大有來頭 你知道剛剛的警察是誰嗎 這群警察是誰嗎 就是特拉維夫 第二大城的警察局局長 你連特拉維夫的警察局局長 都不想去對人民驅離了 都不想對人民震報了 都不想對人民動手了 自己都加入抗議的行業了 後面跟著全部都是一群醫生 好 醫生也抗議 警察局長也抗議 然後國防部長被辭職 外交部也開始抗議 那畫面當中這個是什麼 怎麼這時候還有心情潛水 你們以色列人真的是滿特別的 不 這些是以色列海軍的 海豹突擊隊 他們也在抗議嗎 他們直接跑到紅海 潛水到紅海的深處 拉布條抗議 而且不只 當他們其他特統部隊 看到了這個海豹突擊隊 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就也跟著做這樣的事情 好 我再帶大家去看 你除了看到的 連以色列的軍人都可以 為了司法改革抗議 讓你覺得跌破眼鏡之外 我讓你看個更恐怖的畫面 就是特拉維夫 整個交通已經全部癱瘓了 來 這是什麼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看到的 汪汪都是人 不是車 全部都是人 然後這些人 這些抗議的民眾 直接把車開到高速公路 就停下來 所以你去看 這個所有的高速公路 什麼時候可以走在高速公路 我給大家看這個影像 你再回頭看我這張圖 這張圖這個可以看出 整個高速公路上面人蠻為患 你看 明君 這整條高速公路 全部都是人 對 然後還在這裡放火 好 那我們再回頭看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 所謂示威的那些畫面 你會發現 如果連高速公路都癱瘓了 醫療系統也癱瘓了 警察系統也癱瘓了 海霸突擊隊 也加入了你們抗議的行列了 到底那台雅虎 你這個司法哥哥 你還要改革嗎 是 感覺這以色列國家 因為這個抗議關係 罷工關係都已經快要癱瘓了 但是總理在想什麼呢 好 我跟各位說 其實納坦雅虎 他所隸屬的是以色列的聯合黨 以色列的聯合黨 是一個右翼的保守主義黨 觀眾朋友有聽到嗎 右翼 右翼就是極右派 對 保守呢 換句話說 他們會讓國家的民主開道車 他們以後要所有的司法 不需要經過最高法院 而是我政府 而是我國會說了算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可能 以後會司法不公 第二個呢 也因為他是極右派的保守主義 他會怎麼樣 他會種族歧視 他會歧視婦女朋友 所以當然不是人民所樂見的 你知道轉移焦點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另外一個更有衝突的事情 轉移焦點 就是開戰 跟外面人打 對 他現在決定 他就直接跟周遭的這些 我們曉得以色列跟周遭的這些國家 包括巴勒斯坦 包括像是敘利亞 還有伊朗都處不好 他就直接找伊朗開刀 你知道剛剛我說了 納膽雅12月29號升任總理之後 到了1月多的時候 他決定要推司法改革 對 結果這時候不是民眾就開始抗議了嗎 部長也相繼的辭職嗎 那這時候他轉移焦點 他就直接派無人急去轟炸伊朗 那他為什麼要轟炸伊朗 除了轉移焦點 其實也有個原因 這兩個國家本來就有疏怨 伊朗一直視以色列為史敵 以色列也一直認為 伊朗只要你有核武 我就要把你的核武產平 這兩個國家其實都有核武器的實力 你講對了 好 這個時候他就出動了三架無人機 然後去轟炸伊朗中部城市 伊斯法海 也是他們國防部的工業中心 伊朗很生氣 為什麼你要來轟炸我這邊 你為什麼你自己有核武 我就不可以有核武 好 但是你站在拜登的立場 你們兩個國家都有核武 你們兩個國家鬧水 我不容 等一下要是真的知趣理智會怎樣 打起來 要到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不會從你們這裡開打 而且還造成了核戰呢 所以現在你看拜登要變什麼 第一 我要避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敘利亞以及伊朗之間的衝突 第二 我又要制止伊朗的核計畫 他就變成跟以色列很尷尬了 我不希望你們兩國開戰 可是我又不希望伊朗能夠發展核武 你去炸它的核工業中心 去炸它的這些核設施 我又阻止你 我又對你說交代不過去 是不是很尷尬 沒關係 以色列說 你也不用尷尬 我知道你左右為難 拜登老哥 你也很為難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怎麼來 你知道他們有一個特務組織 叫什麼 摩薩德 來我跟大家講一個 三年前的一個很精彩的 一個刺殺計畫 你知道伊朗他們其實有一個 核武器教父級的人物就他 他叫做法克里薩德 這位法克里薩德博士 就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在伊朗 如果他說我是最厲害的 核技術的專家 沒有人敢說第二 但是畫面當中 你說你看到這是什麼 這是他坐車 竟然被轟了 被炸了 被暗殺了 到底怎麼回事 來 話說三年前 以色列知道這個 法克里薩德很厲害 只要把這一把手給除掉的話 那麼伊朗的核計畫 很可能就會因此而延當 沒錯 但是你要怎麼殺它呢 你跑到人家的國家 你要怎麼殺它 摩薩德竟然出動了一輛皮卡 你看 這個動畫裡頭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台皮卡 然後這台皮卡就假裝好 是報廢車停在路邊 並在皮卡上面裝了一台 FM-MAG-58的通用機槍 然後還可以遙控 好啦 你看廢車 廢車裡面有通用機槍 那你剛剛是不是有看到車隊 也就是法克里薩德的車隊 其實它是有人保護的 對 那當這個車隊 經過那邊的時候 摩薩德就是以色列的特工 在現場還有裝有一些監視鏡頭 當他們看到他們來的時候 然後再用遠端遙控 然後開始發動攻擊 我講到這邊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拍電影嗎 怎麼覺得電影情節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 把一台機槍藏在皮卡裡面 還能夠掩護 掩飾 第二 你要怎麼遠端遙控 第三 你要怎麼能夠掌握 法克里薩德剛好經過那邊 你要如何掌握即時影像 我告訴你 摩薩德就是通通都做到了 這仇不能不報 而且它不是在以色列裡面殺它 它是在伊朗裡面殺它 太罪頭上動賭 好 它也成功謀殺完畢了 那我問各位 以色列對於伊朗的核武的態度 就是堅決不能讓你有任何 一絲一毫的發展 那這兩個國家是不是很水火不容 好 那現在我跟你講 拜登現在進來 但是拜登很頭痛 因為他也愛莫能助 可是這時候卻有一個國家說 沒關係 如果中東的秩序 你美國維持不了 我來 你猜哪個國家 中國 沒錯 中國這個時候就是 趁你病 要你命 來 中國大陸橫空出世 突然出現在中東地區 跌破所有世界外交專家的演技 因為它竟然讓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歡迎當作你看到 兩個國家複交 鍾摩哥這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事情嗎 為什麼你剛才說它是多麼的incredible 也就是不可思議 因為這兩個國家 我們曉得沙烏地阿拉伯是迅尼派 而伊朗是實業派 兩個本來就是對立的 對立了這麼久 你怎麼辦法讓他們手牽手呢 而且還背後不能下毒手 要真的稱兄道弟 你要怎麼做 來 外交部長王毅他直接這樣子講 他說很簡單嘛 你們兩個國家都要什麼錢 money money 來 你們都曉得 中東最大的石油輸出購買者是誰 中國大陸 你沙烏地阿拉伯 最大的石油來源進口國是誰 就是我中國大陸跟你買 你進口給我 伊朗也是 以後都賣給中國大陸 好 他就講 來 有 我跟你們繼續買 二 伊朗我還讓你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以後有所謂的一些貿易的互惠 兩個國家已經過大傻幣了 你不會被制裁 我幫你 對啊 大傻幣啊 那條件是什麼啊 請問中國大陸你的條件 條件就是你們兩個能夠複交 那我們兩個複交有什麼好處 可以證明以後中東地區 就是我中國說了算 而且你看看 習近平領導人直接說了什麼 他說我告訴世界 我們走的是 中國特色主義的外交路線 而這特色主義是多麼的特色 就是美國 你已經沒有話語權了啦 我講白話 這個特色就是美國 你在這裡已經沒有辦法 化水會簡單啊 好 可是現在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美國頭很痛了 對 為什麼呢 來 我剛才說了 如果這兩個本來都互相對立的 阿拉伯中東國家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本來是對立的 現在他們兩個如果手牽手聯合起來 那麼以前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以色列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了 對 以色列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他們兩個敵人變朋友了 現在敵人跟敵人變成好朋友 那不就全成為你以色列的敵人嗎 以色列倒大沒了 看到沒 對以色列十分不利 第二個呢 你美國在中東的力量平衡將被改寫 被誰改寫 中國 被習近平改寫 再來最後一個 這是現實的 而且這絕對是即將發生 Wennie 中國大陸是不是中東地區 是輸出最大的買家 對 那麼以後就是用人民幣計價 我不用美元了 我用人民幣 到以後石油 有石油還輪得到你美元計價 因此不要小看以色列 現在內亂幾乎到要開戰的 這樣的一個程度 他很可能起了 蝴蝶效益牽法洞學生 一個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引發了人民的抗議 引發了他們相繼很多部長的職職 但是他也牽動了整個 中東秩序的改變 美國以後在這邊 他會面臨跟以色列互相尷尬又毛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